HELLO 大家好 今天在这个影片当中 我将会跟你们解释的就是 FORM 4的BOB 9 本贝多兰格西老板 所以为什么我会解释这个节目呢 是因为蛮多的学生都跟我讲 这个节目好难好难 但是我会说 我知道你们的问题是什么 是因为你的系统 不会 你不够熟 所以才会觉得这个BOB 9这一题好难 告诉你真的不难 它真的很容易的 只要你懂得会做你的System Charter Danbergu 一切就不会是问题了 但主要呢在这影片当中 我已经跟你们解释的是System Charter Danbergu 本身你的走向是什么 然后呢我就会解释下去 告诉你们这个 chapter 9 到底有多少种 格西老板的名称是你需要 备手的 还有如何去解答考试中的题目 那么在这里呢我就会告诉你们 最重要的一个格西老板 就是地道格达尔 所以为什么是地道格达尔 而不是格达尔的种类呢 如果你们还有你的textbook的话 你可以放来看一下 格西老板格达尔其实就是明显的错误 而这明显的错误呢 通常 而不是通常 其实100%都是one sided的错误 意思就是说我其中一个赛 debit已经做对了 但是我在credit赛出了差错 所以我才balance不到我的 但是呢 但是呢 那就是不同的 case哦 是在你的 是在你的 还在出现错误 那么你就要帮他呢 从他的句子里面分析出来 到底错误是什么 从中帮他更改 而是在你的 意思就是说 我的debit跟credit呢 同时发生了同样的错误 所以 我们就必须帮他找出错误 跟他更改 所以我们的格西老板格达尔 是一定会出在 PAPER2的种类 所以我不是说 他一定会出在SPM 我只是在告诉你们 如果相比于格西老板格达尔 跟格西老板格达尔 一定会出的那一个种类 就是格达尔 现在我在这一个chapter 这个video里面呢 将会给你们cover的就是 它的种类 还有如何去解答 也会附上一些 证度所爱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看下一个screen吧 Puing Hello 所以现在你们看到我的screen 这里呢 就是写着system chartedan bergu 所以到底什么是system chartedan bergu 你们要先了解的是 在这system chartedan bergu 我们会运用到的五种classificacy 是叫做asset Belanger 他下有ep跟librd的这五种 而其实呢 他是帮你归纳 就是你应该要在哪一个side 增加哪一个side减少的 而在考试的时候呢 我都是鼓励我的学生 如果你是个很散望的人 最好最好就是你先把这个t shape 先画在你的考卷子上面 那么你要过后再来refer回的话 就会更简单 比较容易记得 你就不用背的那么辛苦了 ok so在这里呢 我就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的positioning是这样子的 主要呢 我们是根据form4的时候 你们学过的一个formular 叫做asset equals to l plus e p 就是这个formular 所以formular呢 是在form4的爆度的时候学的啦 就是我们做那个table persama unbreakdown的时候 那么他分的方式呢 其实是exactly跟着这个formular的 A就在左手边 L跟EP就在右手边 所以其实debit跟credit的意思是什么呢 刚刚我已经加答案了 debit跟credit的意思啊 其实就是左手边跟右手边 left side and right side so还有其他含义吗 其实没有的 他就是帮你分类位置而已 所以当你分的了他的debit跟credit了 过后呢 到底用处是什么 用处就是拿来增加 所以到底这个增加 周末两边都是假的 没有一边是减的吗 有的 其实呢 你们看到他自己坐着的位置吗 自己的原本side就是你增加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要把他们减少呢 如果你要他们减少 你就会放去反方向 所以比如说asset belanger 增加是debit side 对不对 这样你要减少的话呢 减少就会去到credit side了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alright 而forhasset eep 相同的 他增加是在他自己的original side 就是credit 他霸占的这个位置 可是假如如果他要减少的话 我们就会反方向 来到debit 做这个减少的动作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你们只有两个side 可以deal with which is debit 跟credit 你要加你要减 你就要根据自己原本的位置是在哪里 你就可以分辨的出来了 ok 所以至于呢那个belanger 跟hasset的positioning 本身呢 是因为我们的equity permit里面 不是有一个东西叫 undong bursae的嘛 所以这个undong bursae呢 就是reflecthasset 跟belanger应该在的位置 当你有hasset的时候 他就会让undong bursae增加 所以positiv的东西 就会在同一个side 可是 belanger belanger是花费 他会使到你这个店里面所赚的钱变得少 所以他就一定会在他的对面 形成了一个negative的现象 所以呢为什么belanger跟hasset的位置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本身他们跟EP的关系 是positive or negative hasset跟EP是positive的关系 belanger跟他negative的关系 所以就不可能做在同一个side了 ok好 所以这边是system chartedan bergu 你们要先了解 然后现在呢我就会跟你们讲 做system chartedan bergu的时候啊 你们需要的step是什么 然后你把它运用在这个phone 4的barb 9里面 所以首先 你一定要懂得分类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字眼叫做butir 所以可能你们很常听到我在班上说 或者是你们的学校老师会一直讲butir butir 这到底butir是什么意思 你们一定要了解 我给你们个example membele perabuot the ngantcheck ok 所以我就很简短的写一个 Urusnyage出来给你看 所以如果membele perabuot den ngantcheck 他的butir是什么 我不是叫你分asset liability belanger还是这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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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that first 你的第一个步骤 先找出里面的重点字眼 所以什么重点字眼 比如说 berabuot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字check 可是呢 BRABO已经可以直接用了的 因为这个字是我们从FOR开始就背起的嘛 它是你BUB2里面学的其中一种 asset不干什么事 所以不需要再改名字了的 但是check就不可以 因为我们并没有check这个字言写在任何的书里面 你的check是需要放进哪里啊 银行它才可以变成钱的 所以这个check其实是要被换补跌成为BANK的 然后接下来的第二个步骤 你已经找到了至少两个补跌 这样第二个步骤就是把它分辨classification 你们一定要了解的事情就是啊 我不是说一定要有两种classification才可以 它可不可以是同一个classification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确保的就是 你不可以共用同一个补跌作为两次的stepping 是什么意思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会误会说 OK我要找两个补跌吗 这样我两个都用BANK可以没有 BANK增加BANK减少 这样不logic啊 你在买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会交换物件的 我现在买了BANK 我给它的是什么 钱啊 That's why我们的bootier呢 一定要两个不同的名字就可以了 classification方面呢 就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别一种classification 它可以是相同的 但是就不可以同一个名称就对了 所以其实bootier就是名称的意思啦 那个item本身是什么东西 所以当你分辨好了 这是第一个步骤哦 先找bootier出来 第二个就是帮它分classificacy which is我们上面这里看到的 A B H E P还有L so A B 是asset balance OK这边的话呢 是有berabot 它呢是asset 但是我更明确一点的写 它是ABS 而BANK的话它是asset semester 那么第三个步骤就是最后了 第三个步骤呢是要分debit跟credit的 但是before你正式分debit credit之前你要先了解到 到底谁增加谁减少 可不可以两个一起加两个一起减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要看情况 所以现在的情况呢 我买berabot berabot是不是当然增加了 而我的钱就是银行的钱 一定会减少因为我花费了它 所以当我有一加一减的时候 这情况要怎么去解决呢 来看看我们的asset本身 原本做在哪里的啊 debit side 所以原本的side就是它增加的地方 而它减少的地方呢 就会是反过来在credit side就对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会apply这个道理 去你的berabot的身上 如果berabot要增加 它就会是在debit side 而如果BANK要减少呢 BANK要减少 我们就会放它去credit side 所以这个就是system charted down berabot自己主要的整个概念了 OK 所以我们先了解好这个system charted down berabot再move on to form4的bark 9 OK 好 所以现在呢 我就正式进入到form4bark 9的 BANK的 BANK的西拉班里面了 所以这个chapter呢 我只会给你们cover的是 D-DAR 格达的种类 因为它呢 是BAPER1跟BAPER2都会出的题目 相反的来说 GETARA就比较少几率出啦 所以我就不cover它了 那个其实只会单方面的做correction 而且就算它出也好 它也是问名称而已 所以你们可以大概的背一下名字就行了啦 OK 所以现在呢 我们讲一下D-DAR 格达的种类 总共的话呢 格西拉班D-DAR 格达是有6种的 6大种类 而它们的名字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 现在开始呢 我们的syllabus BANK是要写进journal arm里面的 而你们懂journal arm的pattern吗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itemdebit 一个itemcredit了 才能够最后呢写什么 写GETERANGAN的 而在这个BAP9里面呢 它的GETERANGAN呢 就少有一些些的变动咯 BEMBETOLAN 格西拉班 D-DAR 格达的种类呢 但凡你放进journal arm里面 你的GETERANGAN都一定要是写 GENIS 格西拉班 instead of句子类型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懂 格西拉班的名称是什么 你才可以很准确的apply进去 所以在这里呢 每一个JENIS 格西拉班 我都放下了它自己的圈头啦 so at the same time 我也解释给你们听 也会告诉你们 从这个句子里面 你要如何去帮它 soft掉 好 so 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格西拉班 格丁加兰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种类 这个格西拉班 格丁加兰呢 真的是超级简单的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呢 就是忘了写进去 或者是我还没把它 record 进一本书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 帮它record 就行了咯 然后呢 你们就会注意到的就是啊 这个句子本身 会有几个keyword的 either one 都可以 总之它们都是synonym 就是一样的 meaning的 比如说 Belum de chartat Belum de record 都可以 它就会说 Belum de record de manner manner不顾 就是一样的概念啦 好 总之就是还没有记录到 你呢 就要负责帮它record进去 如何record呢 你就跟着 你的system chartat Belum 学的 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在debit 一个东西在credit 是通过这个chontos alan呢 我们就来寻找一下 到底它的getting alan 需要记录的两种不页是什么 这段句子呢就是 Jalan RM5000 CBelum de record de manner manner不顾 是通过这两个字眼 我们就知道啦 一定是个ting alan 所以找到了 Jernice 哥西拉班 第二个东西就是要懂 Bootier是什么啦 第一个Bootier呢 就会是我们的 Jalan Jalan ok 来第二个呢 就会是Aisha 很多学生呢都会觉得是Bank or tonight 但是你们要记得 如果是Bank or tonight的话 它一定会说到payment method 就是我收到什么钱 但是它并没有讲到 它只说 当没有提到钱 付费方式的时候呢 意思就是 Sert Charal Credit了 ok 所以现在呢 已经知道是Sert Charal Credit了啦 我们选定了两种不跌过后 第二个步骤就是你要懂 它的Classificacy本身是什么 所以Jalan呢 其实啊 它是个Hassile来的 Hitch ok 而Aisha是谁呢 我 卖给Aisha 她就是我的客人 但是她还没还钱我 所以她就是 Account belong 的Remote 我还没有跟她收到钱 So我呢 其实知道了是ABT 但是ABT不是Classificacy嘛 只是让你知道它是under这个group的 ABT本身是Asset Sert Marse so根据他们的Classificacy来 我们把Original side写出来先 Asset是在Debit的 Hassile是在Credit side so一个Debit 一个Credit 所以你就以为完事了吗 还没 我们要看看到底是假还是减吗 Jalan呢 它是个Hassile来的 Hassile永远只会越变越多 不会越变越少 所以增加 但what about Aisha Aisha的话呢 她就欠我们钱嘛 我还没收到的号码 增加了 所以其实结论来说 两个都是增加的 你就把它们放回自己 原本的side就好了 意思就是Aisha会出现在Debit side 而Jalan就会在Credit side 你就把它们呢 写进你的Journal arm里面 你还记得Journal arm长什么样子吗 会有一个Debit 跟Credit的Column的 所以你就会把这个价格 5,000一次写在Debit 一次写在Credit 而名称就是Aisha 跟Jalan 所以Journal arm写什么啊 Journal arm就会是写 Journal arm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种类型 Journal arm Journal arm 接着下去呢 我们去看第二种 第二种是叫做Journal arm Princip的 Princip的意思呢 其实是关系到 Classificacy的问题 所以我就把它们写出来先 完整的全部写完出来 A跟B在Debit side Hassio EP在Credit side 怎样诠释呢 其实我就说你们看这个Exam 首先我们要先读懂它的句子在讲些什么 Ambilan 740 对我拿了740出来 但是是for我自己用的吗 No 我是for der me 所以现在的问题呢 其实不管这个Bank的事情 Bank是对了的 我的确是从Bank身上拿了钱出来 这个已经record过 但是是Der me 不是Ambilan 他却把它写成了Ambilan 所以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呢 本身应该是Bank跟Der me 这样子match Bank会在Credit side Der me 会在Debit 但是我却没有做到这个步骤哦 我却做了Bank Credit Ambilan Debit 所以为什么的 因为Ambilan本身啊 它呢是个negative EP来的 所以negative EP呢 一定是在哪一个side啊 他一定是在debit side的嘛 这样就错了咯 我要怎样帮他改回 我就不要再放他debit side了 我呢就拉他出来 跟Der me 做chartatan bergu 把这个debit呢 还回去给Der me so that Der me 就可以做回他自己的位置 而forAmbilan 我就会放他去credit side 那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是因为本身呢 在account Ambilan里面 我不小心把这个740 放进了他的debit side里面 但是啊 我已经不想要再看到这个740 在Ambilan了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Ambilan 他是Der me 所以如何把他消除掉 我就只好再放多一次 在credit side 然后你就看到什么 你就看到这个tea account 正式的balance 掉了 balance 掉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Ambilan里面 就从来没有过这个740 所以道理是这样来做的咯 所以呢 其实很重要的事情 是你要先懂 那个正确的item本身啊 他应该在哪一个side 因为呢 Der me 其实是个Belanger的种类来的 Belanger 跟hassio的道理一样 只会越变越多 不会越变越少 所以呢 他永远都会是在debit side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咯 所以我们在record的时候 就会放进Jenna Arm里面 Der me 在debit side Ambilan 再开一下 然后号码是740 就解决了 OK so 那个Keterangang要写什么 Kesilaban Prison OK 来接着 第三 Kesilaban Commission Commission呢 其实真的很简单的 因为他是关系到 人 那么 orang 所以如果要讲的就是 两个我名字很接近的人 刚好 我不小心放错了 可能一个叫Ali 一个叫Alice 两个都有ali 应该是Ali的 我却放在去Alice的账户里面 这样当然是错了 Ali欠我钱 现在变成Alice欠我钱 是不是有问题咯 所以我们就要帮他 改回来 所以通常啦 这个Kesilaban Commission 都会是发生在 ABT跟ABB的身上的 所以你要怎样知道 他是ABT还是ABB呢 你就看这里 Billion 你买东西 当然是ABB啊 因为你买东西欠他钱嘛 对不对 OK 来 Baran Yaga Darriba的Kelvin 是Charlie Credit Dalati Record 跟Dalam Account Kelly 这个Billion呢 肯定是没有错了的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讲的issue 就是他应该是fromKelvin 但是我没有写到进Kelvin里面 我却写进Account Kelly 很明显是在讲着人的名字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会把Kelvin 跟Kelly 两个拉出来做 帮他纠正回错误 其实跟Princip的概念是一样的 我只是把他的位置 归还给正确的名字身上 所以应该呢 对的人是Kelvin 错的是Kelly嘛 对不对 可是我应该要怎样改呢 你就想一下 如果我买东西 我买东西呢 Billion是在debit side的 这个已经做过了嘛 这样Kelvin应该在哪里 Kelvin身为一个liability surmaster 因为他是ABL嘛 他就应该在credit side 我就归还给他咯 这样Kelly怎么办 Kelly就会在debit side了 你们呢 就并不要以为 我们现在有两个debit 一个credi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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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it这个呢 是之前的事情了 已经做过了 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呢 就跟上面这个situation一样 我刚刚不小心呢 把这个号码 ok 忘记写号码了 比如说500块 我放进了credit side of Kelly 错了的吗 这样我要怎样把它修正出来呢 把它拿出来 就是放去他的反方向 看到吗 debit side 我就正式的从account Kelly 里面消除掉500块了 从此就没有这件事发生过 而在account Kelvin里面呢 我们就会看到有这个500块 出现在他的credit side啦 所以你就会有谁 你就会有的是 credit Kelvin debit Kelly 放进你的肩膀 葛特朗安是 可西拉班 commission 解决 ok 来 第四 可西拉班 amount 可西拉班 amount呢 很明显讲这个是什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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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号码 出错了 ok 所以怎样知道一定是号码出错 一定会有 2 no no 怎样讲 你看这个句子啊 permine menbauer peravut peravut 980 trosilab 890 看到吗 有两个号码的时候 而且是很接近的 就一定是可西拉班 amount 这样我们应该要怎样处理他呢 我就会说你先选出来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那我在这里告诉你们一个小小的trick哦 就是呢 他永远会把正确的号码放在前面 错的号码放在后面的 是哪一个是对的 当然是980是对的啦 而890就是那个错的号码 所以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因为啊 首先 before还要跟你讲错误之前 他是不是要先解释给你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到底是什么五如下哥 才会影响变成这个可西拉班 是不是先 所以他一定会告诉你正确的号码了 再告诉你错的那一个 所以现在呢 要久着吗 记得记得要跟着我这个方式 永远 把错的号码 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 然后对的号码放在后面 但是呢 首先你要先注意的是啊 到底这个号码本身应该 是positive还是negative的 你就要看下他的整个内容 per minute 就是modal嘛 对不对 我就以model来做标准 现在我以model来做标准啊 model只会越来越多 因为我的本没带进来嘛 算了 各号码的都是属于positive的情况 来把它移过去一点点啊 两个都是属于positive的状况 如果呢 我现在想要把890变回980 我应该做些什么动作呢 来 890变成980 是不是就相差了一个90块呢 所以这个90块 加进去model里面 我要放哪一个赛啊 model 增加 身为一个equity per minute 它的positive side就在原本的位置 所以model就会被放在credit 至于perabot怎样 perabot呢 也会增加 为什么 因为我带进来嘛 当然perabot就会变多咯 变多多少 一定是share同一个号码的 所以它也是加90 我就把它放去 debit side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kosilaban amount的解决方式 好来 这个salinmanimbangin 其实是个最复杂的kosilaban 因为很多人都不明白它的意思 那salinmanimbangin 就是互相 帮助each other balance out 就是刚巧的事情 which means that 这两个东西啊 根本是没有relationship的 他们不会联系到each other 根本不要讲chattatan bergu chattatan bergu都不会发生 但是却意外的帮助了each other balance Balance起来了 怎么说呢 你看这个example啊 discount deterimer 跟discount debris the current chart 300 很奇怪对不对 为什么discount deterimer 跟discount debris 会在同一个句子里面呢 这个就是salinmanginmangin 当两个没有关系的item 参在同一个sentence的时候 就变成了这个situation 这一个kosilaban 所以怎样讲呢 因为discount deterimer 他是哈秀来的我 discount debris 是belanger 当我有哈秀的时候 我怎么可能跟belanger 做chattatan bergu的 就是刚好呢 他们两个都少些了300 你试想想啊 哈秀跟belanger 是不是做在不同的direction 一个是debit 一个是credit 当两者的号码都少了300的时候 我有可能balance不到吗 不可能的 因为我的影榜案 读个两个赛 都少了同一个号码 就一定balance 所以我现在的任务呢 就是帮他 把这个the ground 加回进去 如果我要加哈秀 我要加belanger 放哪个赛 来跟回他们的original belanger增加debit赛 哈秀增加credit赛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写进journal arm的时候啊 他的样子就会是 discount debris debit discount detergible credit 这个就叫saling money 是通常啦 saling money 比较喜欢出的方式是拿 两种不同的classificacy 而且他们是不同的sit 比如说belanger跟哈秀来讲 因为他们比较接近一点 而且呢很多学生都get不到的 他们会觉得很理所当然 但其实不是的 很奇怪的 discount detergible 然后跟discount detergible 从来都不做chartatan bergu 就是因为刚好他们两个sit 都出现了问题 所以就把他们拿出来 帮他们做好这个correction 就可以balance到正确的 硬邦安度格了 好来最后个 哥西拉班送上啊 送上的意思呢 也可以被称为 terbali 所以我要说 你不要限制于一个名称而已啦 通常他们都是用送上 有时候他想要弄乱你的话呢 他就会讲terbali which我觉得也不会弄乱 因为terbali 其实蛮简单的意思就是 倒反了ok 所以他讲倒反了 就是呢 现在这两个booty 他们都找对了给你 但是他却放错sit了 应该在debit的 他去放credit 应该是credit的 他放去debit 赛了 所以当然就送上了 咯 中文里 因为号码是对的 我debit跟credit都有300块 example 可是我只是把名称放错位置了 所以你们要知道的是 这个西拉班送上啊 很麻烦的点就是呢 你的amount 号码 ok amount一定要乘以2 这个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等一下我会给你example的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trontos alan如何解答 berlian 肯德拉安50千 merlalui bank derladi record debit account bank dan credit account 肯德拉安 首先你要先了解 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 berlian 肯德拉安 merlalui bank 我买车 车是不是变多 而我的银行的钱 应该变少的嘛 对不对 但是 他现在做的东西啊 OK bank是asset 肯德拉安也是asset 我 a加 a减 是这样的方向 我的肯德拉安应该增加 bank应该减少 但是他却把bank呢 放到去了debit side 意思就是增加我的钱 而去减少了我的肯德拉安 你看到那个问题嘛 所以呢我现在要帮他做的事情就是 把这两个bootie倒反 他说debit我就换去credit 他说credit的我就帮他换去debit side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换完了过后 是不是你们可能觉得没有问题啊 就写回50千就好 但是你看啊 本身呢 account肯德拉安里面呢 他刚刚就已经了credit一次 有一个50千了 你现在跟他得巴勒过来啊 放一个debit side50千 你看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嘛 你的account会被关掉耶 而且你肯德拉安还会有50千的出现吗 完全没有 所以你要做correction的话 你不能够只是做把它credit掉 你还要再多一倍给他能够做在debit side 就是怎样 乘二嘛对不对 我这里写的号码呢 就会是100千 是你看啊 当我在credit的时候啦 我的50千确实可以被tally掉 而我的debit就只剩下50千了 怎么说我们做taccount是不是会有hbbb的 当我做hb的时候 你看我的肯德拉安有多少啊 不是50千咩 我继续带下去bb 他就回到了debit side了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 哥西拉半双上的号码一定要乘二 因为他第一个步骤呢 是先消除掉错误的那个号码from the wrong side 然后第二个步骤呢 现在就是把正确的号码50千也放进debit side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100千里面啊 有一部分呢 是拿来消除掉旧的这个号码这个错的 另外一部分50千是为了可以继续留在这个 account control案里面的 所以你们呢 可以根据我这个example video 这个video来去做你们哥西拉半的题目 看一下你能不能掌握的好 如果你第一题呢 不会做的好不用紧 你先跟着我的video的解释去尝试做一题先 然后第二题开始 你再做别的pembo dolan 跟西拉半就不要再依赖我的video了 以你自己的understanding去解决它 看一下你可不可以掌握的好 你这里呢就可以拿到一个20分 或者是甚至10分也有可能啦 ok啊 so我就会在下个影片再见到你们 记得要like and subscribe 然后share给你朋友 需要的朋友 来去看看我这个video吧 拜拜